在我国960万平方公里辽阔的土地上 有这样一个地方 它形似一条飞天仙女的飘带 东西蜿蜒1600多公里 这就是古丝绸之路的黄金之地 甘肃 甘肃在我国西北部地处黄河上游 东街陕西 南陵四川 西街青海 新疆 北靠内蒙古 宁夏 甘肃地貌复杂多样 山地 高原 平川 河谷 沙漠 戈壁 交错分布 地势自西南向东北倾斜 地形狭长 犹如一把钥匙守护着我们辽阔的祖国 2010年5月20日 齐老师来到甘肃省永昌县参观考察 在兰州通往永昌的公路上 路过河西走廊之门户乌少林 这里海达三千六百米 长年积雪 纵使在初夏的五月 挨挨白雪仍然触目所惊 十四十年级 水下不山 走起路来跟那摇摇火干 有雪也有风 也有那上族的同胞都在眼前 不要这 往昔时与这里的有名家和神残的老百姓 接下来神远啊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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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把三千七百米 今天我也登上了这五属灵 你看看到处都是雪 早上下来一大片雪 我的精神还不见当年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一旁高山 我的精神就倒落 到锦绣孔面华店 一直到了最高的大高院 比西路军 张国陶也是大军 扶摩在这里 在两千一百年 这个开萨 这个罗巴里 三王子 也在这一带 十万大军也浮面在这里 我们一定要给他们造个刺套 给他做个纪念怪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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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也好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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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教 汉教 都是在中央的直接领导之下 历史以来 大家都是有强大的中国和信誉 绝对不追任何人高飞链 一定要团结 和谐 咱们一定要团结起来 张教 老名 汉名 有你家里 有你家里 你看多好的大好的江山 干啥自己内心 不要为自己 为社会 为大众 牺牲重献 天天都是迹象 所以说你天天都是好 都要出门 就要撒挂 就要看相 这个用不着 你的行 一切行山 你就进修工别发现 行山 行山 就好了 到里 雪山 天山 天山 雪山 他是早上刚下过 老北考那个地下都没改 而且也可能下雪的 每天都要下 这一带可能吃水 都是靠这个雪水 对 整个河西走廊一天 二百公里 全是齐来才的雪水往下 全是河西 十几条河就养育了 河西了 大大小张业无畏 永强的这些绿洲 原来我只听说 天山 雪山 然后整整来都 情愿见到的 永昌县隶属于甘肃省金昌市 位于甘肃省西北部 境内地形以山地高原为主 自然资源丰富 交通便利 是河西走廊的主要禅门区 徐老师一行受到当地政府的热情接待 进行了为期三天的考察 永昌县历史悠久 在数千年的发展和变迁中 保存和遗留的丰富的文物古迹 有横贯于县城境内 汉代史建 明代修复的古长城 铸于明万历初年的中古楼 北魏时期的圣荣寺 还有碎具传奇色彩的 黎谦文化遗址 黎谦县建于西汉 黎谦这个词是西汉时期 对罗马的称呼 所以黎谦古镇 据史料考证 是西汉王朝自罗马祥人居住的地方 齐老师是因为一本 名为《凯撒军团东征中国之女》的书 走到了具有千年历史的河西走廊 这本书中描写了 夺马圣级一时的凯撒 派他的三王子 带领十万大军东征中国 想要占领这个富饶辽阔的地方 结果十万大军 因恶劣的自然环境和战争 走到永昌县全军覆没 非常惨烈 三王子的灵魂 两千多年依旧飘落在永昌 他附身在永昌县李金兰的身上 向大家讲述了他们十万大军的惨痛经历 并感恩齐老师能够在此地建立纪念堂 度化他们学佛念佛与苦得乐 让他们有依托之处 家庭夺马圣炎 尽管理 他时的不守称 几乎太阳 云坏 几乎太阳 超快 卿主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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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新疗家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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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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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